你在閃躲對方的拳的時候 不會那麼的耗費體力 反應有一個非常大的重點 大家好 歡迎來到尼克辛拳擊的頻道 我今天要教他四個小技巧 讓你能快速俐落的做出拳擊裡面閃躲的動作 讓你可以快速俐落的閃過對手的拳 做頭部搖閃 那閃躲可以說是拳擊裡面的精髓 因為其實閃躲這些動作是很藝術的 第一個閃躲要做的小技巧就是 動作要小要快 常常會看到很多人做閃躲的時候 會整個閃下來失去重心 那你要知道 當你在閃動弧度這麼大的時候 這個重心是會讓你失去平衡的 如果在這時候有人推我一下 我的重心就會不見 而且在這個動作之下 你也很難去做出好的反擊 因為你要反擊的話會很耗時間 因為你要從這個距離打擊到這個距離 那中間可能你就會喪失掉非常好的反擊機會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 閃躲的動作小一點 像是閃的時候一點點 剛好閃過就好 閃過就好 動作小然後快 閃 後閃也可以 閃 動作盡量小 不要做到太大的動作 你看像我往這邊閃的時候 我剛好重心壓在這角 我順勢就可以做出來 所以我可以閃 反擊 動作小 閃一點點就閃掉了 往左閃的時候 重量 偏在左腳 那我可以讓 勾拳出來 閃 勾 勾 閃 然後你可以去搭配連擊 來做你的反擊 第一個要點就是動作要小要快 那練習的時候你也可以在地板上找一條直線 兩腳 一腳左邊 一腳右邊 拳一隻拿好 看著這個線 這個線就是你全會直線朝你來的路徑 看著這個線去做閃躲 你只要看你自己在閃躲的時候 頭的中心有偏離掉這個線 偏離掉這個線 其實你就可以閃過去了 你可以找一條線 這樣子去做練習 看著 先看著地板 去練習小動作的閃躲 一樣 動作要俐落 要快 為什麼這樣就能閃掉呢 因為你要想 對手朝我們丟出拳的時候 拳套其實 了不起13到15公分 寬度 就只有這麼寬而已 所以你 不需要閃到這麼多 而且這樣你會對你反擊的重心非常的不好 反擊是非常需要時機的 所以你把握好 閃掉剛好這一塊 偏離掉 就可以搭配反擊上去 只是第一個小技巧 那第二個小技巧就是 我們不要在靜止不動的狀態下 去做閃躲 因為這樣你速度要從0到100 衝上去 這樣子 很難 雖然我知道有些人 反應很好 協調性很好 還是可以做到 但是我們如果可以用更輕鬆的方式 去閃掉對手的拳 那不是更好嗎 所以我們可以做擺動 所以我們平常在練習的時候就可以做擺動 然後想像對手出拳 做一個閃躲 因為你要知道在搖晃的重心 是很難讓對手瞄準的 而且它搖晃的重心也能讓你 從50到100 你的啟動會比較快 相對來說 也在讓你在閃躲對方的拳的時候 不會那麼的耗費體力 所以我們一樣可以找一條線來練習 一條線 然後一樣 做擺動 輕鬆的左右擺 不要讓你的頭維持在直線 想像對手出拳的時候 做一個閃躲 3 一樣 都做擺動 3 3 做習慣之後就可以搭配反擊 擺擺 3 那一頭丟出去 3 3 搭配連擊 這樣子去做練習 那相信會對你的閃躲 會有非常大的進步 第三個 我們也可以利用 擂台上的繩子 去做練習 我把繩子搭建在兩邊的擂台上面 形成和我頭部差不多高度的繩子 那其實閃躲的話 你就是在你的頭部高度去進行閃躲 那我可以怎麼做呢 我可以做rolling的閃躲 那我們一樣可以試試看前進後退 前進的話 roll 用左腳前進 另外一邊 另外一隻腳踩 往左邊前進 往左邊roll的時候 左腳踩 往右邊做 右腳踩 左邊roll 左腳踩 右邊roll 右腳踩 去這樣進行練習 那其實 後退也是可以 左邊roll 左腳踩 右邊roll 右腳踩 去這樣進行 閃躲的練習 很常會看到有人是 腰彎下來這樣閃 那我們這樣 沒有重心 要用大腿力量 去做 一點點 小的閃躲 移動一點點而已 我不會整個 繞到 不必要的 閃躲 弧度 我就針對 我要閃 針對拳套的大腳 拳頭的大腳 去進行閃躲 快速的閃躲 然後記得閃的時候 很多人會 手放下來 記得一樣 把你的手拿好 放下來的時候 有時候閃的時候 這邊如果敲到一顆反擊 那會很恐怖 所以我們 一樣閃的時候 手都放在下巴 下巴收起來 去做前進後退的練習 去練習閃躲 然後一樣 練習完 就可以搭配反擊 前進後退都一樣 這樣的訓練 也可以 有效的幫助你 讓你的閃躲更加的俐落 讓你知道要怎麼去 用最小的弧度 閃掉對手的拳頭 這是第三個 那最後一個 技巧 也可以說是最重要 就是要訓練你的反應 反應要怎麼訓練 我們可以利用網球 去做拳擊的訓練 其實網球 看它小小一顆 但是其實 他可以做的拳擊訓練非常的多 我們可以怎麼做 我們可以拳擊姿勢拿好 做拍球的動作 眼睛看到 去用手拍球 然後一樣 腳步可以做移動 跟著球的移動 去做拍球 然後一樣可以做繞拳 像是這樣子拍球的訓練 也可以做 出拳的訓練 我們也可以讓手拿好 然後去做出拳 手放在上面 換的時候 全出去 換的時候全出去 去做這樣的練習 那你可能會覺得 這樣子要練到什麼反應 我在這邊拍球 為什麼會練到反應 那其實你要知道 反應有一個 非常大的重點 就是你的協調能力 你的手眼協調能力 你眼睛看到目標 傳達到你的腦 你的腦在下指令讓你進行動作 其實這個 就是在訓練你 這個反應速度 這個傳導的快速 所以一樣 就可以拍球去訓練 看到目標 我要在什麼樣的距離去拍到它 然後搭配我的腳步移動 去做 反應的練習 那你也可以 做 像是把球丟起來 看到目標 做連擊 右手丟 左手接 做連擊 或者左手丟 右手接 做連擊 也可以丟 勾拳 勾拳 也可以 出完全 再去做連擊的動作 也可以拍地板 像是這樣的去訓練你的 手眼協調 還有反應能力 那相信 會對你的拳擊裡面 做閃躲的時候 會更加的流暢 更容易閃掉 對手的攻擊 那我今天的分享都到這邊 喜歡這個影片 覺得這個影片有幫助到你 那請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 有什麼疑問都可以在 留言裡面提出 可以追蹤我的IG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我的 新影片 那我今天的介紹 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